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腿部会突然的抽筋 尤其是小腿 是最常发生的部位 半夜突然的抽筋 让人在睡目中惊醒 疼痛不已 不仅严重的影响了睡眠的品质 还让人每天精神不佳 让人痛苦不堪 晚上睡觉小腿抽筋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身体缺钙 从而引起的 缺钙的人常常在半夜小腿抽筋 这是因为低血钙时 神经肌肉的兴奋性会增加 并引起肌肉的症状 同时,低血钙或大量的钙离子 进入细胞会严重地干扰 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 因此容易在微弱次质下出现抽筋 如果成年人长期的缺钙 就会导致腰酸背痛 骨质增生 退行性病变 而老年人缺钙就会导致骨质疏松 容易发生骨折 要想缓解或者解除 半夜小腿抽筋的症状 我们就必须给身体补充足够的钙 医生说最安全有效的补钙方式 是在日常饮食中加强钙的摄入量 而且食物补钙 比药物补钙更安全 不会引起血钙过量 一些家常菜就是真正的补钙高手 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最有效的补钙家常菜 常常吃这些菜 比吃钙片更有效更安全 给身体补足钙 再也不用瘦 半夜小腿抽筋的痛苦 而且还可以促进睡眠 让睡眠更好 1.青椒炒鸡蛋 青椒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锡、胡萝卜素、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 而鸡蛋也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 其钙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青椒和鸡蛋两者一起炒 不但色泽美观 还能提高钙的吸收率 2.黄豆炖猪体 黄豆的含钙量是非常高的 有研究表明 黄豆的含钙量高于大部分的食物 而猪蹄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可以作为钙成肌的骨架 从而更有利于黄豆中钙的吸收 但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猪蹄中的饱和脂肪含量较高 不宜常吃 3.豆腐鱼汤 豆腐是大家所熟知的高钙食物 豆腐中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质和钙 只要吃200克的北豆腐 北豆腐就是指北方的黄豆做出来的豆腐 因为北方的黄豆比南方的黄豆含钙量要高 就可以满足日日钙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比喝半斤牛奶含要多 而鲫鱼中也含有丰富的钙 因此豆腐炖鲫鱼汤 不仅味道鲜美 更是补钙筋骨的绝配 4.虾皮萝卜汤 虾皮素有钙库之称 每100克虾皮 钙的含量为991毫克 是最平民化的补钙佳品 而萝卜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叶酸、钙、磷、铃、铁、钾等矿物质元素 吃萝卜还可以降血脂、软化血管、稳定血压 预防关心病、动脉硬化、胆结石等疾病 因此把虾皮与白萝卜同煮 不仅味道鲜美 还可以滋养强身 健胃消食、顺气补钙 5.紫菜腐竹汤 腐竹是富含钙的豆制品之一 而紫菜被称为是美元素的宝库 钙和美就像一对双胞胎 总是成双成对的出现 当钙与美的比例为2比1时 最利于钙的吸收利用 因此腐竹和紫菜一起煲汤 可谓是补钙健骨的完美搭配 油缺钙引起的小腿抽筋 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以上这些食物来补钙外 还可以多参加户外的活动 多晒太阳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